就在刚刚 这个钓鱼昆仁定的高手 竟当场给这个年仅九岁的太奶奶磕头认输 但下一秒 一条一百五十万斤 全身冒附的赤鱿鱼 跃出水面 瞬间下个钓鱼老的 汗流加倍 这么电答的孝女孩 居然叼上了一倍一十万斤的大鱼 那不会私在做梦吧 嘿嘿 哦呦 看你那一副没见过生命的样子 就这点实力 也好意思来挑战我们 那服了 你们全都是大闹 你们只牵手 这孝女孩是最强的夜市阵地 在你们面前 我们弱地就像散碎小孩一样 知道就好 现在既然你服气了 就赶紧实施赌鱼 鸡尾巴巴 先前思恶自不量力 你们就是全天地下最强的鱼鱼老 那服了 嗯 态度不错 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 我们可没有心思和余力保护你们 明白了 那么我们先走了 好痛 全神麻了 东不料料 这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雷匹呢 不好意思 我的雷霆领域忘了关了 雷霆领域 散 雷霆领域是什么鬼 这是老祖宗我的钓鱼秘籍 不透露的 你赶紧走吧 那刀死也想做 那全神都被电麻了这么做 别慌 我看你被电的不轻 我们带你去医院 行 那就麻烦你们了 哦哟 师傅你说的雷霆领域是什么哦 所谓领域就是把能力运用到极致 到那时 你们自然也能掌握 这个和玉干树一样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原来是这样哦 也不知道我们啥时候才能掌握 你们天赋都不弱 一定很快就能领悟的 我相信你们 嘿嘿 也不知道我的领域是什么 好期待哦 小妹妹 这两条鱼的内胆怎么分 我们平分吧 楚歌取内胆 好的 师傅 感觉力量又变强了 不知道现在我能挑战多少斤的大鱼 嘿嘿 我感觉现在无敌了哦 区区百万件大鱼 谁难呢 我们换个钓点继续吧 刚刚这里的动静太大了 估计周围的鱼都被吓走了 我眼花了吗 鱼身上怎么会燃烧着火焰 关键是落到水里还不会熄灭 这应该不是普通的火焰 并不惧怕水 这条鱼起码有150万斤 我感觉对我来说还是太强了 我恐怕不是对手 我也是 压迫感太强了 完全不敢钓 钓鱼老啊 我们 反正老祖宗我是燃起来了 抛肝抛肝 我不会错过和大鱼的对接 跑出心形满满的地干 哦呦 师傅和表哥就是勇哦 那我们就看他们表演了 呦 这个鸟鱼拉屎的荒岛 居然有钓鱼老来了 你来就给我带来这么香的饵料 钓鱼老还真是热情 既然如此 我得要好好招待一下你们了 来了 好强的力量 比110万斤的大了好多倍 可惜了 这条鱼没有咬我的钩 师傅加油哦 拿捏它 响鱼18调第6调 老奶奶钻备我 有点本事 居然能让我感受到一次拉力 希望你能一直坚持下去 仅仅只是刚发力 就有这么强的力量吗 这条鱼好强 但老祖宗我是无敌的 遇到我算你倒霉 自创吊法第5调 龙之怒 接第10调 无敌风火轮 要不起 在我手上居然能坚持这么久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我还能扛 这还是远远没到我的极限 区区150万斤 我必定拿捏 自创吊法第12调 反复横跳影分身 接第14调 九龙拉关 怎么可能 这个钓鱼老居然还能坚持 而且还能拉中我 我就不信了 小妹妹 看你休想不停 要不换我来吧 你先休息一下 不要小看钓鱼老的意志 我是绝对不可能会耸的 这条鱼我钓定了 自创钓法第15调 一调破仓穹 这怎么可能 在这一瞬间 这个钓鱼老的力气已经超越了我 既然光瓶力量拿不下你 那我也只有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了 这样就第一时 折热之躯 好烫 感觉手都要被烤熟了 但我不能松手 不能向这条鱼认松 手被烫成红猪蹄了吧 力气果然减弱了 趁现在把你拖下水 不好 手太痛了 使不上力 好点哦 师傅别慌 我来帮你 嘿嘿 师傅现在是不是感觉舒服多了 嗯 谢谢阿表 好多了 现在没觉得鱼干烫了 哦哟 那就趁现在反击哦 别惯着这条鱼 自创雷电钓法第一调 雷电之躯 怎么回事 这条鱼老居然会放的 短着身体麻麻的 有点使不上力气 怎么回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